好 接下来老师要跟同学介绍的是 如何使用Jogbra来验证此规作图的类型的几个题目 就用104年国中基本教育能力会考的数学考题18题为例 那如图12在三角形ABC之中 BC长是最长 AB长是第二长 AC长是最短边 那甲乙两个人就是这边甲乙两个人 他想在BC上取一点P 使得APC的角度是ABC的两倍 那我们先来看甲的做法 他做AB的中垂线交BC于P点P即位手球 好 我来验证看看 好 我看甲的做法 他是做AB线段的中垂线 所以我就来使用中垂线 我写AB两点 这是他的中垂线 然后找他的交点 那中垂线跟BC的交点 这边就是珠点 珠点就题目所说的 只是名称不一样 我把它称叫珠点 然后接下来我去画这个A珠 好 线段 那我验证一下A珠 那我们在过年级曾经学过 中垂线上的一点到两端点等区 如果一验证我的A珠跟B珠是相等的 那三角形里面A珠跟B珠相等的话 这个角B跟这边的角A 这两个角是一样大的 那如果你称这个角度叫X 这个角度也就是X 那根据三角形的外角定理 任意两内角的合会等于第三角的外角 所以X加X这边就2X 就验证出我的A珠C是ABC的两倍 没有错 那我用就去不按内部的角度的验证 来试试看 这里有一个叫做画角度的功能 我去量测这个角度 量出来它是75.61 这是量测ABC的角度是37.8 所以你发现37.8的两倍就是75.6 所以我们发现假的做图方法是正确的 那我们再来看乙的做法 乙的错法它是说 以B的圆心 然后画一个圆 相较于BC与P点 那看看正不正确 那我就直接用究析法来验证 我画圆 一个圆个A点 以B的圆心 AB长为半径 画一个圆 那我去找焦点 圆跟BC的焦点在这个珠 接着我画一个线段 我把A珠连起来 那如果根据圆的概念 AB跟B珠 这个都是圆的半径 所以这两个等长 所以这个AB珠是一个等要三角形 我们的角A跟我的角珠 这两个角度是一样大的 那我们的这个角B跟我的A珠C 到底什么关系呢 这里我们没有办法立即的来做验证 但是我可以根据我的Jorge Borat内部的角度来做量 这做验证 我先画角度 我量我的这个A珠C角度出来是108.9度 那我验证我的ABC出来是37.8度 那37.8度的两倍才75.6 根本不会等于108.9度 所以从这两个图形来做验证之后 你要发现 假的做图的方法是正确的 疑的做图方法是错误的 所以根据这边 我就可以发现 我的答案的选项 要选择C这个选项 假是正确 疑是错误 以上这就是用Jorge Borat来演示 词规作图的结合图形的提醒